各位好,Kyokoです 來到今天我們會講兩個文型 第一個我自己都不太常見到的 不過我們一起學一下吧 第一個就是 カライヨナモノノ 前面就是根文的普通型 後面接這個 カライヨナモノノ 表示是因為... 幸好 借賜... 這裏也不太明白 我們就知道這句話 雖然這次避免了某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但我們都不可以照耐輕心 我認為這句話是能夠讓我們理解清楚 所以我們看看第二句例子 カチニナナナカッダカライヨナモノノ 今次由煙草的火災 幸好這次沒有發生火災 今後也要注意消滅煙頭 所以這個文型就是 幸好這次沒有事 但我們也不可以掉以輕心 下一個文型比較常聽到 就是カラコソ 前面也是文型的普通形 再加上這個カラコソ 強調這個原因 表示正音會什麼 所以會有什麼意思 這裏是說話人主觀的判斷 不能表示客觀的原因 另外一般也不會用於表示負面的原因 例如我們看看這裏的例子 其實我真的喜歡這個工作 所以才能夠堅持做了30年 所以這個カラコソ 是一個強調原因的意思 我們今天的文型就溫到這裏 大家發現我的文法其實說得很簡短 因為我希望用一個最簡短精簡的方法 讓大家可以吸收到重點 然後有時候忘記的時候就可以聽 這樣是方便溫習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第一次學文型的時候 就要學得更詳細一點 但是之後 忘記了 你要不斷重複重複 但如果每次都重複溫很複雜的話 就會忘記的 所以盡量這個影片 我都想簡短一點 提起大家重溫這個文法 怎樣用的 所以就會講得更簡短一點 如果你想了解得更詳細一點 不太明白 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我懂的話 都會盡量解答大家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幫我讚好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關卡 就記得去我的IG 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